现在啊,您想要出门旅行,拿手机就能很轻松地买到动车票 而当时间回到1957年,厦门火车站刚刚建成,我们才开来了第一列火车 这60多年来,厦门的铁路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 今天的厦门70年我的Vlog系列报道呢,我们就跟着记者去火车站看看 凶猛的狂风暴雨,整整地经过了471个昼夜,终于在1956年12月9日进入了厦门车站 这部名为《遗山填海》的纪录片,记录下了1956年12月 因下铁路最后一贯铁轨铺设完毕,人们欢呼庆祝的场景 这对于现在出门就有动车高铁座的我们来说,很难想象 铁路的从无到有,对当时的人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今年79岁的蒋文生曾经是厦门火车站的铁路工程师 说到厦门铁路发展,他记忆中最深刻的是1957年4月12号 这一天,厦门火车站正式建成投用 第一列火车沿着樱下铁路开进了厦门岛 这对于当时没去过火车站,没坐过火车的许多厦门人来说 是件激动人心的大事 厦门是特别组织的,组织的一帮人 男女女老老少少,就是那个厂车 让他们来看一看,哇,他们很激动 哇,他们很像,终于都得点了 特别就是老大,一切平方左右 铁坛跟厦门两个站互相戴购 小小的车站仅有了一条铁路,但是厦门的铁路发展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火车从厦门站开出后,还会经过高崎站和吉美站 而吉美火车站的旅客发送量甚至比厦门站还大 但关于他曾经的过往,如今却很少有人知晓 黄老师,你好,你好 今年76岁的黄灿芳,1985年来到吉美火车站做站长 与黄老约见的地点,是有着最美地铁站之称的吉美学村站 而这也是先前吉美火车站的所在地 作为当时吉美人远行的出发地 因下铁路通车时,吉美火车站起初只是一个乘降所 直到1978年,才扩建为真正的火车站 当时吉美地区,还有同安,还有那个晋江泉州的 他们要坐火车都要来这边,比较近啊 省得再跑到下面去 所以当时等于现在在这个吉美学村站这边走 您会感触很大吗,是周围的变化什么的 是啊,都认不出来的,其实都认不出来的 我们有一段遗留下来的铁路 就在这边吗,是在这边 这段铁路还是鹰下线的吗,是鹰下线的 哦,就这段是吗 对,就这段 哦,就是这段,这段是原来 原来在吉美的火车就从这边经过 然后到了2004年的时候 中国铁路第五次大提出 这边的话就停止客运,办理客运了 哦,这个就开始慢慢 就成为时代的印记了 对 这个新站房是目前华东地区现代化设备 交给完善的铁路客车站 建筑面积8350平方米 1983年,在建成26年后 厦门火车站迎来了第一次整体扩建 占房面积从过去的1000多平方米 扩建到了8000平方米 而此时,虽然铁路还是那条纹下线 但是随着铁路电气化的改造 厦门倒发的列车不断在增加 之后2004年,厦门火车站再次进行了扩建 蓄势待发的厦门铁路 在2010年迎来了飞跃 这一年,湖下铁路动车组的到来 让厦门铁路正式步入了高铁时代 同样是在集美 一个全新的现代化的厦门北站正式投用 厦门火车站也由此进入了 一城两站的新时期 很快,岛内的厦门站 也完成了新的改扩建工程 而此时,我们发现 随着龙下铁路、下深铁路、南龙铁路等 一系列铁路线的开通 曾经处于全国铁路往末梢的厦门 已经成为东南沿海的铁路枢纽 一条铁路的一个开通和投入使用 把我们厦门和东北、西北、华东、华南 还有包括西南方向的全部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010年之前,我们厦门站开通的车只有十二三对的鼓速车 2010年以后,仅我们厦门站开行的列车密度 倒发达到了240趟 那实际上是相当平均不到五分钟 我们就有一趟车的作业量要做 厦门北站的开行量,包括工作量 就是将近我们厦门站的一倍 铁路在高速发展 人们与它的相处方式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原来的纸质票到电子票 从排长队买票到网上购票 从人工检票到自助验证刷脸乘车 可以说,四通八达的铁路网 不仅编织出了壮丽的铁路画卷 也编织出了人们幸福的出行路 坐在家里 然后你买完票就直接到这里来 拿了票就不上车 厦门那块到广州那块 正常的话我们要一天时间的 开车的话最起码有十两个小时 那现在目前基本上五个小时就到了 个人觉得国家这种发展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确实我们一直受益了 时代在快速发展 不断升级的厦门火车站 依然是我们这座城市的地标 望向未来 厦门铁路的建设还在提速 2022年9月 福夏高铁将预计通车 那时厦门直达福州 只需要一个小时 厦门车站 厦门的铁路虚有的发展 可以说是见证 我们70年来铁路发展的虚有 看到我们厦门市的经济发展 日新月异的变化 大家心里来说 也蛮开心的 现在的工作 在乎在内 他们只有一个字 直 这些变化 都有我们出国的努力 所以我们感到很自豪 很幸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